未免冠军樊振东在德班士拼赛南丹首轮轮空 正是第三个比赛日 小胖终于迎来了自己的首秀 南丹第二轮樊振东遭遇到了来自希腊的小球手吉奥尼斯 后者的世界排名只有116位 在实力上和小胖有着肉眼可见的差距 而且双方在之前有过一次直接对话 当时樊振东以3比1的比分笑到了最后 再度相逢只要樊振东能够保持耐心 赢下这一场供销大战的难度并不大 比赛正式开打后 樊振东进入状态非常快 通过耐心的连续进攻 把吉奥尼斯打退台 然后通过落点的变化 让对手疲于奔命 牢牢掌握主动权的樊振东 也以大比分4比1获胜 取得了本战比赛的开门红 吉奥尼斯是世界拼弹非常奇特的一位选手 他虽然是职业运动员 但却是正儿八经的拥有牙科行医资格之人 只不过出于对拼弓球的热爱而选择了赛场 而不是开诊所 而且水平还不错 一度是拼弹最顶尖的销球运动员 赢过张本志和等人 但现在已经43岁 难成大气候 从球路上看 樊振东不是很怕销球运动员 再加上他正值当打之年 所以正常发挥的话取胜难度不大 但毕竟是第一场比赛 手还有些伸 不能低估了经验丰富老将的战斗力 第一局 虽然这是樊振东在本届比赛的首秀 但是他进入状态非常快 一上来就用质量非常高的连续正手进攻 迫使吉奥尼斯退台 然后自己通过大角度的线路变化 打吉奥尼斯的措手不及 很快小胖就建立起了5比0的领先 落后的吉奥尼斯也清楚一味的防守 完全看不到获胜的希望 随后利用一个坚决的销球反攻 打破了这一局的得分荒 但是比赛的主动权 还是在樊振东的手中 超高的单板质量 让吉奥尼斯很难获得反击的机会 樊振东也轻松以11比4 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 第二局 吉奥尼斯在第二局比赛 明显加强了自己正手的进攻 但是作为一名削球手 进攻并不是他的强项 以他的单板质量 完全打不穿小胖的防守 樊振东总是能够以极高的质量 顶住吉奥尼斯的搏杀 并且靠着拉掉结合完成得分 开局之后 很快就取得了4比1的领先 尽管吉奥尼斯也没有放弃 但是面对樊振东 他的确没有太多有效的主动得分手段 只能眼睁睁看着分差越拉越大 最终以4比11再输一局 第三局 连硬两局的小胖 在第三局一上来 注意力不太集中 让吉奥尼斯连续由手转弓形成得分 一度陷入到了0比4落后的不利处境当中 好在樊振东及时调整了状态 也很快夺回了主动权 在打出一波得分小高潮后 抹平了分差 不过打出自信心的吉奥尼斯 还是以11比9搬回一局 第四局 对对手赢下一局 直接点燃了小胖的怒火 第四局比赛一上来就火力全开 直接打了吉奥尼斯一个7比0 这一局也早早失去悬念 樊振东以11比2在下一场 第五局 不能再输的吉奥尼斯 在第五局加强了自己的搏杀 坚决的出手也保持了不错的成功率 一度在中局取得了6比4的领先 不过在樊振东加强前三板的控制后 逐渐掌控住了局面 顽强在局末反超了比分 并且以11比8锁定胜局 虽然比赛结果不让人感到意外 但吉奥尼斯的表现依旧令球迷们敬佩不已 他是真的非常热爱乒乓球这项运动 所以才有了现在的坚持 此战虽败犹荣 同样值得我们鼓掌 作为如今中国乒乓球难队的领军人物 同时也是世平赛的未免冠军 樊振东在德班的目标只有一个 那就是再一次站上冠军领奖台 期待随着赛程的深入 小炮能够逐渐找到更好的状态 力争在德班如愿以偿 大赛第一轮碰上萧球手 这个对樊振东来说既是好事又是坏事 我们来复盘整个比赛 吉奥尼斯有不错的纠缠能力 第三局小胖有些放松 丢掉一局 大赛第一轮碰上萧球手 是很难讲的 本身萧球都是抗击打能力强 你连续暴冲打穿对手 那还好说 一旦进入对方的节奏 缠住你的话 那也很麻烦 樊振东第一轮的对手 吉奥尼斯 他的本职是个牙医 后来酷爱乒乓球 才转为了职业运动员 由于是第一场比赛 已经魏德班 备战了一个多月的小胖 也是浑身憋着一股劲 一上来就以两个11比4 拿下前两局 可能打得太过轻松了 樊振东在第三局有所放松 让吉奥尼斯以11比9 搬回一局 第四局 樊振东火力全开 以11比2拿下 第五局 吉奥尼斯 在揭发球上主动变化 比分来到4比6时 吉奥尼斯揭发球 直接用反手甩了小胖 一个正手空档 比分来到5比7时 吉奥尼斯判断出 樊振东要及长球 于是他大胆来了一个 侧身暴冲 直接到这一份 实际上比分在交错时 樊振东由于心情急躁 也是出现了拉球失误 不过 世界第一的硬实力 还是没有问题 超高质量正手拉球冲击波 以11比8拿下最后一局 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40加大球下 萧球打法越来越少 特别是在男选手中 萧球更是难以立足 正是物以稀为贵 大赛上碰到萧球 你不会打萧球的话 那首轮也很可能被淘汰出局 第五局中断 小胖有种被对手缠住的感觉 德班士拼赛对于樊振东极为重要 若夺冠世界第一家巴黎单打可保 国拼刚刚公布了巴黎选拔办法 德班士拼赛单打冠军有2000积分 国拼再给予奖励积分6000分 两者相加6000分 这么高的积分 几乎就提前锁定了一个巴黎单打名额 5月23日国际拼联再度清除积分后 樊振东仅有6000分 排在第二的王楚清为5240分 两人仅相差760分 如果樊振东不能在德班夺冠 那王楚清是有可能在德班首次来到世界第一的 在国拼所有主力球员中 小胖的保分压力也是最大的 第一轮碰上萧球手 其实是给小胖一个很好的热身机会 像陈梦王毅迪的对手太弱 几乎不用打相持 光前三板的接发球抢攻 就直接得分了 小胖与吉奥尼斯这场球 还是起到了热身效果 小胖所在的四分之一区 有奥恰洛夫 莫雷加德等高手 与樊振东 同处于上半区的梁静坤 还陷入了日拼的包围圈中 一旦大胖失手的话 那小胖在上半区还要确保杀入南单决赛 首轮轮空让小胖多了一天休整的时间 第一场碰到萧球 基本上把正反手的威力都发挥出来了 纵然丢到一局 这个对于大赛首轮来说也很正常吧 大家觉得小胖首秀怎么样 没有4比0拿下对手 是不是算不完美呢 不过说实话 男单比赛从128强开始 男女单打从128强开始 集一六四决赛 在如此激烈艰苦的比赛中 你其实能感受到协会的每一位选手 都是带着非常高昂的斗志和必胜的决心来到比赛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世拼赛每两年举办一次 参加世拼赛是任何运动员的最高荣誉 大家都很珍惜这次参赛的机会 但是我们都知道 在世拼赛的第一轮比赛中 正规选手和选手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因为参赛人数较多 所以是从128强开始 也就是说会有一些种子选手来和其他选手对决 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是从未听说过他们的无名运动员 所以这种实力差距的比赛基本上就是4.04分 零的横扫 所以首轮比赛大部分都是4比0 也就是说双方的实力差距很大 尤其是国拼不管是国拼的种子选手 还是一些外邪的种子选手 其实第一轮大家面临的难度都不会太大 不用担心大家都能轻松晋级 再次我们下一个轮比赛 我们下一个轮比赛的方法 请捨举 但同时我们下一个轮比赛 在这一段时间内 我们下一个轮比赛